喀布尔消息,当地时间24日下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袭击。 当地媒体援引阿富汗卫生部最新统计数据称,截至目前, 袭击已造成至少29人丧生,并有至少20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阿富汗伊斯兰通讯社报道, 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24日下午,地席地点位于喀布尔市中心。 主要袭击目标,是阿富汗政府机构公共工程部的办公地。 多名武装人员参与了袭击。 有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附近区域浓烟滚滚,附近道路被封锁。 至少有两架军用直升机,在上空徘徊。 有目击者称,袭击者先是在政府机构办公楼附近,道路引爆了汽车炸弹, 并不断向周围人群射击,然后进入了办公楼内部。 阿富汗的Low News电视台报道称,袭击者闯入办公大楼后, 还挟制政府公务人员作为人质。 并据阿富汗之声通讯社消息,阿富汗内政府发言人麦吉布达尼什在袭击发生后表示, 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封锁了该地区。 在备制中,有三名袭击者被击毙,并有一名袭击者在汽车炸弹爆炸中放生。 袭击发生后,350政府公务被撤离。 达尼什还称,袭击造成的伤亡者身份多数为平民。 当地媒体人影阿富汗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称, 袭击已造成至少29人丧生,超过20人受伤。 随着救援的进展,伤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目前尚未有组织或客人声称,对爆炸袭击负责。 近日,喀布尔爆炸袭击事件多发。 11月28日,喀布尔第九景区曾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有19人受伤。 阿富汗塔利丹组织当天通过社交媒体, 声称制造了干系袭击。在人机大战中,击败数十名顶级威胁高手, 在魔艺空战中,击败美国空军特异飞行员。 近年来,人工智能犹如万能的魔法师,创造了层出不穷的奇迹。 在惊掉不少人下巴的同时,也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 作为一门致力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早已超越了科学家最初的想象。 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井喷漆,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推动社会形态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略升。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利用, 相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战争制胜激励和作战方式, 催生新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思想。 推动战争形态,加速迈入智能化时代。 在智能化战争中,智能化装备、智能化维修、智能化作战方式, 都是可以想象的。人、智、智、的虚、新闻、灾、争、被、进行、 呜、成中、出。 而且以假乱真、无生命智能体、机器人、战斗员, 在智能化战争中的作用凸显。 用于信息支援、指挥控制、效果评估、 后勤保障的云端大脑数字参谋、 虚拟仓储等人工智能作战力量, 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智能机器和智能武器将成为未来战场的主力军。 远程化、精确化、小型化、大规模无人攻击, 将成为主要进攻形式。 人对人的战争,将向机器自主作战的战争拓展。 智能化的风寻消耗战、跨域机动战、 认知控制战将成为基本作战类型。 人机分散部署、自主协同、集中能量攻防作战, 成为跨域融合、权力作战的基本准则。 观察判断决特行动连路大大缩短。 作战节奏更加快捷、行动更加精准、效率更高。 通过持续的对抗演习, 对人工智能系统和各类无人化作战平台的升级训练, 将成为战斗力提升的重要方式。 智能将超越火力、机动力和信息力, 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 随之而来的是,战场控制前的内涵将需要重新界定。 国际军备谈判将增加新主题。 威慑理论的教科书也将改写。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军事强国, 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 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 未来的机会竞赛将是智能化竞赛, 并已提前布局了一系列研究计划, 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先机。 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 近年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部和各军种在军事领域 部署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项目。 美国国防部还提出建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计划联合美金和17家情报机构共同推进人工智能项目。 统筹规划建设, 以军事技术和军事应用为支撑的智能化军事体系。 俄罗斯也是人工智能, 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 俄军顺加紧人士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组建可与人类战士并肩战斗的机器人部队。 俄总统普京提出,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未来, 也是全人类的未来。 这包含着巨大的机遇和当今难以预测的威胁。 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 也是以重视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如今, 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不凡, 或许已难以阻止。 面对新形势, 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率, 研判大事、 主动谋划、 把握方向、 抢占先机,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以此同时, 从人类自身前途命运出发, 国际社会应该早日建立防止人工智能在军事上过度应用的机制。 毕竟, 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 不应该成为毁灭文明的工具。 科技进步应该成为造福人类的福音, 而不是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中。 军事科学院刘光荣, 伊朗外长扎里夫图片来源,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飞扬, 伊朗外长扎里夫, 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驳斥了有关伊朗支持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指控。 称是沙特和美国的行动导致了中东地区危险升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6日的报道中称,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卡塔尔多哈论坛上接受CNBC采访时, 驳斥了伊朗是中东不稳定的根源的观点。 扎里夫称,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是由沙特阿拉伯及其西方盟友正在执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扎里夫说, 我认为行动比言语更能说明问题, 人们正在目睹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无论是在也门, 还是在其他地方, 扎里夫所提到的也门内战, 被联合国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报道称, 沙特指责也门胡塞叛军应对危机负责, 指责他们得到了德费兰的支持。 而伊朗则指责沙特领导的空袭行动造成数千人死亡。 国际援助组织和各国政府一直敦促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停止空袭。 目前在也门有1200万人面临机会。 五个国际援助组织在本月早些时候, 曾发表声明警告说, 如果华盛顿不结束对沙特的支持, 他也将为几十年来最大的饥荒承担责任。 12月13日, 也门问题瑞典河谈落幕, 交战双方就和台湾地区停火, 换服等问题达成一致。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 朝着和平耐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XVU.PLOS 7500D1信息时代 信息化作战体系一往而建, 一往而存, 广强则胜。 网络支撑下的作战云、 全球监视和打击等作战理念进一步强化。 分布式作战、跨域作战、 无人风群作战等新的作战概念深度开发。 陆海空天网全域, 全普作战能力全面发展。 针对敌战场信息系统, 进行破击的战场网络战, 由此应运而生。 以及隐蔽性、低成本、高效能, 越来越受到各国精队倾爱。 希望在信息化战争中, 发挥重要作用。 合围战场网络战, 在信息化战争联合作战中, 通过网络攻击敌战场信息系统的关键节点和重要链路, 降低敌体系作战效能, 已经成为重要的非对称之声途径。 战场网络战, 就是在网络战指挥机构统一筹法指挥下, 以网络攻击为主, 否以电子攻击方式, 多元多余多手段, 对敌联合作战体系网络信息系统实施的网电一体作战行动。 战场网络战重点强调五个方面, 积极主动攻击, 通过积极的攻势行动优选精打, 重点破击敌战场上的重要网络链路和关键节点, 迅速瘫痪起主要信息系统, 压着敌战场侦察, 影响敌指挥决策, 少乱敌作战行动, 降低敌作战效能, 夺取主动权, 防电合力攻击, 将网络战和电子战在技术战法上融合律用, 网络战聚焦信息在内供, 电子战聚焦能量在外了, 实现跨率, 纵深, 多手段液体攻击, 达成比单一作战要是更加深入, 可靠, 精确的破击效果, 非对称联合攻击, 针对敌信息化作战体系, 对网络和电子设备的高度依赖性, 分析目标体系脆弱结构, 寻找敌作战体系的阿哈留思之种, 和学确定攻击目标, 手段和方法, 必强激弱, 以长制短, 旋域覆盖攻击, 战场网络战强调, 将敌方基于网络支撑下的指挥控制, 情报侦查, 通信等一体化作战体系所有重要节点目标, 都纳入攻击目标群, 实现旋域覆盖作战, 分强射战效果, 多重战场攻击, 战场网络战主要网络的渗透性, 散在性, 和带路, 海、空, 天前为战场, 同时展开行动, 既可以单独实施, 也可以与其他基兵种共同实施, 战场网络战有啥效能, 战场网络战在作战运用中主要包括, 网络战和电子战力量, 在统一指挥下一体作战, 共同对敌信息系统实施攻击, 两种攻击手段, 发挥的自由式系统作战, 形成压制, 削弱敌网络信息体系效能的合力, 通过网络一体侦查获取战场无线网络的信号参数, 拓付结构和跳皮变化规律等, 优化网络和电子攻击力量配置, 实施精确电子干扰, 使敌信息网络失去传输, 接收和处理数据的功能, 运用信号分析, 密码破译等手段, 掌握敌无线网络的信号特征, 鞋类型和密码机制, 后门漏洞等, 实施无线接入攻击, 释放病毒瘫痪网络, 获取情报信息, 甚至接管网络控制权, 战场网络战的作战效果主要体现, 破网瘫体, 借助软硬结合的网电一体杀伤效应, 将病毒, 逻辑炸弹, 或恶意软件等网络武器, 直入敌信息网络中, 通过对这些网络的控制, 毁瘫、阻断, 遏制敌作诈效能的发挥, 甚至瘫痪敌联合作诈体系, 锻炼失能, 对敌战场网络信息系统的预警探测, 指挥决策, 导航定位, 武器控制, 综合保障等关键网络链路实施破机, 切断或阻塞敌维系网络信息系统的数据链路, 持续或阻止信息传输流转, 使敌放尸作战能力, 攻心乱制, 通过网络实施舆情宣传, 震射, 破坏, 挖解敌军心士气, 主动放弃抵抗行动, 达成不战而续人之兵的效果, 怎样提高战场网络战能力, 实施战场网络战, 必须遵循网络电子作战特点规律, 充分发挥技术推动, 武器装备和战法运用的各自优长, 多管席下, 制定可靠措施, 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 确保战场网络战的最大效益, 构建快速高效的指控系统, 建立健全战场网络战指挥控制系统, 对目标确定, 战场环境, 攻击方式, 作战效果, 信息反馈等, 进行及时分析和科学处理, 压缩针, 控打, 凭控制环路, 确保系统的稳定, 高效, 可靠合作战行动的协调一致, 把战场网络战力量, 有效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积极发挥战斗力倍增弃作用, 建设官业的训练基地,